恐怖车祸发生 消防人员和时间抢命 赶忙将伤者台上担架送医急救 安全气囊和座椅上沾满鲜血 伤者伤势严重 紧急抢救后仍然回天乏术 黑色B&W撞到不成车型 车头几乎解体 看不出原貌 一部分零件还卡在前方义影车车底 变形扭曲 夸张车祸发生在南头 61岁的正姓男子 因不明原因冲撞停在路边的义影车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是否酒驾酿货 还有待调查厘清 至于在台中 白色轿车就像是乌龟翻渡 四轮朝天 驾驶与乘客两人尴尬爬出 原来女驾驶疑似未注意 撞上行人P5倒后失控翻覆 幸好没有受伤 夸张翻覆幸运没有受伤 虚惊一场 记者黄向富 陈泽茂台中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